芒果TV签约一人刘露,还未成名便行为猖狂,还大闹地铁站。 近日,网上曝光一组视频,视频中一女子在湖北宜昌东火车站将毅然压缩气罐带进后车室, 其间还无视民警警告,多次辱骂叫嚣,事后被爆出是演员刘露。 这位女子名叫刘露,是芒果TV新签约的一名演员, 然而没想到,还未出名走红的刘露,便这样猖狂。 在面对铁路安检,不管是谁都是以视同人, 这位叫刘露的演员还未成为大明星,便有如此的欣慰, 还被曝光在网络上了,前路堪忧啊。 随后在今早,刘露发文道歉称自己内心无比煎熬,无比后悔, 无比羞愧,向班安民警,车站工作人员及所有关心这件事的朋友们真诚的道歉, 将深刻反省自己。